就位軍管會主委曾明忠則是在放假期間出席了公益活動 而且他談到了明年第一季即將要上路的台新通 也就是要開放台灣跟新加坡可以跨國買賣股票的機制 曾明忠特別強調 這是國際化的趨勢對於台股也有一定的幫助 不過他也提醒現行的法規禁止內線交易 如果企業大佬不了解的話 他會加強宣導 戴上硬頸椰帶帽 金狗會主委曾明忠難得俏皮登場 對於2016年第一季即將上路的台新通 也就是台灣跟新加坡的投資人 可以直接下單買賣對方的股票 曾明忠樂觀認為 這項措施將有助台股交易量上升 交易人要投資對方的股票市場會更簡便 有利於整個交易量的擴增 尤其證交所或者是企交所 整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 是一個國際上非常重要的發展趨勢 除了股市曾明忠也很看好 期貨市場未來的發展 今年會創造2億5千萬口 會有突破去年2億口 明年會超過3億口 渠後的部分7月20開辦以來 現在每一天平均的交易量 都突破1萬口 那說到普遜創投 董事長柯文昌涉及內線交易案 被判刑9年 結果有不少企業大佬相繼出面聲援 曾明忠對此不以為然 重申現有的內線交易法令明確 會再對各企業董監事加強宣導 過去在固責人的座談會的時候 也會提到 那我們希望進步來強化 假設企業大佬不了解的部分 我們會來強化做宣導 身為軍管會主委 曾明宗除了賣力為台股點火打氣 也得同步維護股市交易秩序 畢竟股市如果無法讓人信任 縱然有再多的宣傳 也不可能吸引投資人安心進場 雨天聽完的邱幸 新北市報導